在树林区从事文史工作的政治想定居在树林区近20年 2014成立文史工作室 2017开始对地方文史收集资料并且投稿期刊 目前已经有8篇包括树林历史的文章刊登 涵盖树林地区的历史人文与自然地理 我从2003年来树林住到现在也刚好已经满20年 那也大概10年前我开始注意到树林的一些历史 那也开始去图书馆找资料 那也去大街小巷跟一些乞讨聊天 那慢慢的我就逐渐认识树林的一些历史 那我在2014年就成立了一个地理文史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主要就是在研究树林的历史 那在2017年我就把一些研究的资料把它整理成文章 然后投稿给期刊 到目前看出来的文章已经有8篇 那这8篇文章大概都在探讨树林的以前的地理啊 一些河川的一些演变 曾志祥开始调查旧地名的原因 是因为与地方齐老交谈的过程中 得知许多不曾听过的地名 便开始将这些地名记录下来 并查找正确的位置 希望后人在研究树林历史的时候 能够有资料查询 这些地名研究的记录 其实除了对我的历史研究帮助以外 也希望以后的人 如果对我们地名的历史有影响 他们也能够查到 比如说观众朋友 你们家的爸爸、阿公、阿祖 他们如果有留下来的东西 一些文殊的资料 甚至你们的家族伯 没有任何记录 叫你们祖先当初 来掌握这些定期的资料 没有任何说在掌握的什么地方定期 那些什么地方 如果现在有记录起来 以后的资料可能我就能够对到 郑志祥表示 大多数的地名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只要顾名思义就可以了解到相关资讯 而少数的地名则是有演变的过程 因为环境的改变 变得与当初面名的原因不再有关联性 导致人们逐渐淡忘 但是有的地名我们要知道它的演变是怎样来的 譬如说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就是 旁边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圣基亭 圣基亭古典也不是在这里 就是我们对面那儿 就是现在的博尊师傅所 博尊师傅所这一堆 我们以前就叫做土地公堡 土地公堡 土地公堡我们听起来就知道 他以前有一个土地公廟 现在来看已经没有土地公廟了 因为在民国四十七年的时候 已经刷到那个方言阶 现在叫做坦底福德公 像这种地名的演变 我们也可以了解 环境的变迁与时间的流逝 都让人们所居住的地方产生巨大的改变 透过文史工作者买手书籍 以及走入大街小巷 将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点点滴滴 能够继续保存流传 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在地的历史脉络 记住里根基 新北报导